大家好 14点57了啊 马上就15点了 这个江西南昌啊 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了啊 给大家看一看 那些同志们男友们 去政府 说这铁链的事 太感人了 这世界上都没有 唯有中国人能发明出这么强大的力量 确实感动人 又让人难过 难过的都是女同志 我们男人都死绝了吗 我是个军人 我没法接受这种社会现实 太让人难过了 我们难过是我们的祖国到这种程度了 还在歌舞上平的 还在满天过海 这国家到什么程度 我刚才给江西省 复联打了电话 我在微博上看到了 南昌这个八一广场 军旗升起的地方 九富难民 发生了这个图诉事件 我从 那个微博图片里面 看到的几个关键词 我要给 江西省复联反映一下 关键词就是 女性 自己用锁链 把自己锁成一串 手无寸铁 跪地求助 我看了以后呢 就是说心里特别的难过 如果不是遭遇了重大的冤屈 又投诉无门 没有人 会这样屈辱的自带锁链 跪地 痛哭 那么南昌呢 是军旗升起的地方 当前又正值 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典 百年大典不是说唱唱 红歌 就算是庆祝了 那么也请 咱们 娘家人吧 妇女的娘家人 作为一个女性来说 我们都知道 女性在一个家庭里承担的这个重任 抓了一个女性 整个家庭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呢 我向 互联反映一下这个事情吧 其实 各位 江西这次的行动 并不是需要大家 去 同情 或者是在 后面说 更多的点赞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像当年的这个 八一南章起义 我们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 也希望 这次的621行动 能让更多的手 更多的人 进行觉醒 如果这么死耗下去 我们什么都得到 让更多的人动起来 明白吗 只有大家都起来抗争 都起来 去发生 我们的事 才有可能会得到 结局 否则的话 我们就是在等死 我相信包括天津的行动 包括河北的行动 包括这次江西的行动 其实的目的 并不是想给大家说明什么东西 是吧 是想唤醒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动起来 对吧 哪怕你去不了内都 你在各地里也要发生 让地方 给到上面的压力 才会说 他们才会给到 股腹足够的压力 这个事才能 早日给咱们解决 或者是 给咱们解决 如果就这么耗下去的话 动动手指头 写写作业 大家想想 等到我们那是什么 如果说大家只是怀着看热闹的心思 去把这事看一遍 然后在 群里面说两句 什么坚持道理啊 什么声援啊 支持啊 那这事就白白干了 白牺牲了 明白吗 需要是大家都 动起来 让这事造成更大的影响 让 这些参观害怕 让保护省害怕 让酒妇害怕 咱们这事才能解决 哈哈哈 他们叫南昌哈 搞这个 把自己锁上 锁链子 所有的人啊 练在一块跪地痛哭 希望这个政府能同情他们 给他们解决问题 这应该是那个P2P的那个 金融诈骗金融骗局的 金融难民吧 受害者 哎 是吧 还说南昌是八一南昌起义 打响第一枪的地方 正是因为 打响了第一枪 最后全面夺取了政权 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大规模的 这种金融难民 你们还寄希望于 说南昌是给你们能够带来幸运的 这简直是 是吧 这个南斯拉夫电影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最后不说了一句吗 说我想要的和你们正相反 是吧 这个游击队 被那个 假瓦尔特带着哈 结果是 被人家包了饺子了哈 到了游击区啊 我想要的和你们正相反 我在北京认识一个朋友啊 确切的说是我哥的一朋友啊 这个 今年也快六十岁了吧 开了一个广告公司啊 也还行吧 也也也住着别墅啊 价值上千万的别墅 开着大奔驰 广告公司老板 他也是前几年被他的朋友 忽悠 哎呀说这个可好 这个收益高啊 给你钱 他都不多吧 他投了九十万 打水漂了 然后忽悠他那个 介绍他那个 推荐他那个朋友 三百四十五万啊 去年我也做过 关于这种p2p难民的节目 做了好几次哈 然后 还有一个吉林的吧 一个女的 中年妇女吧 被骗了二十万 那是他全部的家底 结果他的儿子跟人发生一个交通事故 让他一万都逃不出来 他那儿子自杀了 还有 这些金融难民组织了那种比如说维权的微信群 哎大家在里边议论反正 因为你是透明的嘛 实际上你是在裸奔啊 这个裸奔吧 反正是人家都知道你是谁 最后那个群主什么的 我听说是 那群主被那个 这个广告公司的老板跟我说的 说他们那个维权群的群主 被警察叫去 关到派出所里边 好像 48个小时吧 两天两夜 没给喝水 你想想多痛苦是吧 那个如果不吃饭还能扛 你不让他喝水 其实他都有 是吧有生命危险啊 这个当然啊 是那哥们跟我说的我没见到 但是他这个是跟我吃饭的时候说的啊 那个 前年吧我回国啊 他跟我一块吃了一顿饭啊 他也有这个想移民出来的想法 但是 不是太容易啊 他的那个 女儿 他大女儿吧 两个女儿大女儿在 美国受的教育 现在就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里边 就是工作啊 但是他大女儿就是个 小粉红那一类的还特别热爱祖国啊 啊 行吧 就说到这吧朋友们啊 就看到这种 事情啊 这个心情很压抑啊 这个南昌啊 南昌对对对南昌我有个 大学教授的朋友 学这个宗教的啊 研究宗教的啊 当初说你当我的研究生吧啊 你不用天天来啊 你随便来两天写个文章 我就给你个研究生学历啊 你就成研究生了 我这都生完儿子了 我的研究生 研究生生来生去都有儿子了 是吧 上次我们同学结婚啊 这个2013年我给当的主持人 娶了一个研究生 比他小七岁的东北的这个辽宁的姑娘啊 两个研究生啊 我说你们研究生不少了啊 你们下一步该研究怎么生了 怎么生孩子了啊 好吧